学医的人都躲不开上解剖课,具体地说就是解剖尸体。 五年前,我在医科大学读书的时候,曾经历过一件泥奇惊魂的事情,至今想起来仍心有余疾。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某国的诗缘是比较缺的。 我们第一次跟老师走进解剖实验室的时候,用作观察和实践的是一句干瘪的男尸。 看上去上了年纪,肉色酱子,身上散发着很浓的福尔玛林味。 同学们基本上都是第一次见到尸体的标本,心里多少有些恐惧和好奇。 不过,这句男尸也的确太陈旧了,可能使用了好几年,干瘪僵硬,就像一具木乃伊。 身上是刀痕累累,显然被无数双手解剖过。 老师说,大家就将就事件吧,等有了新的标本,再来亲手操作。 过了一段时间,许晓果然找到了一具新标本,那是一年轻的女尸。 第一次看见她的时候,每一个同学都倒心了一口冷气。 她太年轻了,而且很标致,有一种惊魂的感觉。 如果不是在解剖室,还以为是睡着了。 据说,她是因为失恋而服药自杀的。 因为口袋里揣着一张捐赠遗体的资源书,才成了同学们解剖时间的标本。 大家都全身惯重地盯着她。 老师手上锋利的解剖刀,在她身体上比划着。 当时我就有一个奇怪的念头,不知那刀抛下去,她会不会痛? 万一她没有死,而是真正睡着了呢? 但老师只是做了一番掩饰,并没有真诚划下那一刀。 他用一种征询的口吻对大家说, 谁先上来,时间操作呀。 在场的同学都没动,大家好像僵住了, 不相信自己会是第一个向她开刀的刽子手。 老师见没人响应,只好是亲自点将。 她的目光在大家脸上早逝,最后停留在我的身上。 我刚想说不,老师已经叫了我的名字。 我就这样懵懂地拿起了解剖刀。 每个同学都看着我,也看着那即将被解剖的尸体。 由于她刚死不久,苍白的肉身, 经过了福尔玛林的浸泡,显得白里头红, 皮肤也好像柔软而富有弹性, 加上如花的年龄和容貌, 这让人怜香惜玉,感到几分惧疤。 按照老师的指点, 我手上的解剖刀放在了女尸的静窝处, 如果一刀划到池裹处, 那么几分钟后, 她的五脏六腑将完全暴露在众人的视线之下。 突然,我感到了一丝异样。 随着我刀起刀落, 女尸的眼皮似乎在眨。 从理论上讲, 可能是某根神经牵连造成的, 也可能是一种幻觉。 但我觉得, 她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我失手丢下解剖刀, 枫叶死的, 逃出了实验室。 我胆小的举动, 并没有引来老师的指责和同学的嘲笑。 学艺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 要说没有一点心理负荷, 那是不可能的, 只是轻重不同而已。 但, 就从这堂课开始, 好几天我都摆不脱那具女士被解剖的阴影, 吃饭时只要一看见卤菜就想吐。 有一天, 去是她买饭, 窗口里面是一个女师傅, 当她给我添饭的时候, 我无意瞥了她一眼。 怎么竟跟女士一个样子呢? 更有意思的是, 她给我添了一大碗饭, 还话里有话地对我说, 多吃点, 吃饱了才有劲儿。 什么劲儿呢? 用刀划皮肤的劲儿吗? 我觉得心都要跳出嗓子眼儿了, 赶忙牛身逃离了。 我告诉室友刚才的感觉, 他们都想我, 说我是神经过敏, 那女师傅是一个老太婆, 跟那句年轻的女师扯不上。 事情过去了好一阵子, 我的心情才渐渐地平复下来, 不过我再也不去解剖室, 面对那句年轻的女师了, 我宁愿在那句木楠一式的干饼男师上 反复地操练情术, 也不愿去逗那句女师一根毫毛。 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心理, 许多同学知道后都取笑我, 说我八成是爱上了那句女师。 几年后, 我参加了工作, 有了自己的女朋友, 我们的认识也是具有戏剧性的, 那天在大街上, 我看见了一个女孩, 长发披肩, 平平平平好像在哪儿见过, 我边想边跟着她, 一直走了好一阵子, 终于引起了她的注意, 她转过身来没好气地问我, 你老跟着我干嘛? 我想, 我们大概在什么地方见过? 那女孩一下子笑了起来了, 都什么年代了, 还拿这种老跳崖的方式跟女孩套近乎吗? 说吧, 她又走了, 但我还是固执地追了上去, 就算是笨娘宣飞吧, 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那女孩终于认真起来, 上下端详了我一阵, 叹口气说, 我叫睡学, 你呢, 是干什么的? 我是医生。 这个叫睡学的女孩, 听说我是医生, 眼睛顿时一亮, 你是学医的, 哪个一大毕业的? 当得知答案后, 睡学的表情, 一下子变得生动起来, 竟主动上来挽住我的胳膊, 轻轻地说, 好吧, 我答应做你的女朋友。 感情虽然来得容易, 但我一直在努力地回忆, 究竟在什么地方见过的? 几天后, 答案出来了, 几年前, 在学校的解剖实验室, 那具年轻的女尸, 长得跟睡学一模一样, 曾经梦魇一般的东西又来翻我了, 我奇怪地想, 难道她又复活了吗? 但我又不甘心, 不相信世界上会有鬼魂, 亦或是由此而复生的怪事。 睡学说, 和那具女尸肯定没有任何的亲脸, 但我还是忍不住, 把自己的好奇告诉了睡学, 我向她承认, 几年前曾解剖过一具女尸, 暗向她。 睡学的情绪明显是低落下来, 她问我, 你说, 你的解剖刀划过她皮肤的时候, 她痛不痛啊? 我证住了, 类似的问题早在几年前, 我也问过自己, 我答非所问地说, 怎么会痛呢? 不过是一具尸体。 尸体, 就没有感觉吗? 睡学问这句话的时候, 语气里含着泽燕, 目光如追一般地看着我, 竟然我莫名其妙地打了一个寒颤, 算了, 我们干嘛老扯尸体的事呢? 破坏情绪。 我以为自己和睡学会很自然地走到一起, 却不料惊魂的事情还在后面。 有一天晚上, 睡学约我去她宿舍, 她却不在, 我就用她给的钥匙打开门进去, 趁等她的功夫, 我想翻一两本书来解闷。 在她书柜里翻着翻着, 竟从一本书里翻出了一张旧报纸来。 上面一则消息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 大学生为情自杀可惜, 献遗体给国家精神佳。 旁边还有女大学生的照片, 我这一惊, 这不正是那剧女诗吗? 在一看报纸的日期, 正是五年前, 我感到非常的蹊跷, 这张报纸怎么会在睡学的树柜里藏着呢? 她俩长得如此相像, 难道那剧女诗的鬼魂真正存在吗? 这个时候, 门外传来了脚步声, 凭知觉是睡觉回来了, 我感到一种无可名状的紧张, 突然涌起一个很狭隘的想法, 找一件房室的工具。 找来找去, 终于在抽屉里找到了一个家伙, 一个让我血流加快, 性惊肉跳的家伙, 一把解剖刀。 灯光下闪着多多的寒光, 这更奇怪了。 睡觉, 把解剖刀藏在抽屉里干嘛呢? 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 这把解剖刀进一步加重了我的异性, 让我想起了一部僵尸复活的恐怖片。 我把解剖刀揣在兜里, 快步向门边走去, 如果事情不妙, 用来防身还是有用的, 这时睡觉已经在嘟嘟地敲门, 我鼓起勇气一把拉开门, 门外并没有五官正人的面孔, 相反, 睡觉一脸娇称地在那里, 手上还提着许多的吃的喝的。 快帮帮我, 我拿不住了。 我如实重负, 心想自己可能多疑了, 忙帮忙把东西放到桌上, 趁睡觉去拿碗筷的功夫, 悄悄把解剖刀放回了抽屉。 睡觉说, 今晚你就住在这里, 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 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亲热过呢。 睡觉边说边为我斟酒, 然后我们捧杯, 看着睡觉寒情默默的样子, 想着他热情似火地表白, 我的心都陶醉了, 对着酒杯忍不住多喝了二两。 渐渐的, 我开始不胜酒力了, 眼前的睡觉竞成了双影, 一会儿是青春靓丽的睡觉, 一会儿是鬼魂之躯的女尸。 我知道自己醉了, 亮亮呛呛地站起来, 就一下摔倒在地上, 睡觉上前扶着我, 对我说, 你可能喝多了, 来, 我帮你揉一揉。 他让我仰卧在床上, 双手揉着我的太阳续, 正当我迷迷糊糊的时候, 突然感到竟摸出冰凉而刺痛, 只听他问, 你说, 解剖刀从皮肤划过的时候, 痛不痛呢? 我这一惊, 翻身想要爬起来, 静摸处传了尖刀扎紧皮肤的钝痛, 这个时候, 我的酒已经是醒了一大半了, 只见睡觉手拿解剖刀抵着我, 面色苍白, 以一种从没见过的冷漠深情看着我。 第二天, 我在阳光的照射下, 轻松醒来了, 身边没有睡觉的影子, 我这一惊, 摸一摸自己的肚腹没有任何的刀痕, 我还活着, 桌上, 留有睡觉的字条。 我告辞了, 多年以来, 我一直被一个噩梦缠绕着, 梦见自己被人用解剖刀划开皮肤, 也许, 这跟我自杀的男生姐姐有关。 几年前, 你曾用刀解剖过她的尸体, 命运就是这么凑巧, 偏偏让你我相爱, 可我忘不掉可怜的姐姐, 经常设想有一天, 也能像你解剖姐姐的尸体一样解剖你, 让你也尝尝被人解剖的滋味是什么。 那天, 你醉酒后我差点就这样干了, 我知道, 这样长久下去不行, 所以走了, 你也别再来找我了, 就让我们静静地忘掉过去吧。 我把这事说给一位心理医生听, 他说, 这是一种强迫症的表现, 一般多简于心灵受过创伤的人。 从这天起, 我再也没有见过睡觉, 以至于我不止于此地想, 也许, 真正的睡觉从来就不曾存在, 它, 只是我的一个梦眼而已。 我再来找你。 你多有点重新的水晶, 你不再找我? 那你也要有点重新的室识。 我再给我听你, 感谢观看